元素周期表前三种减金属失 依次是李那家 好 完全正确 恭喜 加上20分 不错 没有失误 所以政治大学同学跟北京大学同学现在都650分了 对啊 好 接下来就是请第二顺位的北京大学同学 帮厦门大学同学挑选题型 我们选一种第四题 中国电影 一种第四题 中国电影 来 厦门大学同学请注意 请问 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诞生 是半小时无声默片 片名是 时间 来 回答 定军山 定军山 标准答案 完全正确 加上20分 好 恭喜厦门大学同学 对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厦门大学的同学 为新竹清华大学的同学挑选一个题目 我们选一种题的 第五道 一种题的第五道 诺贝尔奖 好 请听题 请问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作家是谁 高行健 高行健 标准答案 恭喜 答对 加上20分 哇 大家咬得很紧啊 好 那接下来就请新竹清华大学同学 帮第一顺位的政治大学同学 选题型 我们选择 以总题的第一题 中国诗词 以总的第一题 中国诗词 来 政治大学同学请准备了 很有名的句子 来 两情弱势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这两句出自谁的作品 情观 标准答案 好 政治大学同学再加20分 现在到670分 这个阶段我们的比赛也已经较量完了 这分数最后到底是多少呢 来 帮大家公布一下 来 看一下 目前政治大学的得分是670分 还是全场的最高分 恭喜 接下来是新竹清华大学的同学 目前的得分是550分 加油 来 加油 好 接下来第三对 北京大学的同学 得分的是650分 不错 好 恭喜 那么最后呢 是厦门大学同学 得分的也是650分 来 恭喜 欢迎你回到第七届 海峡两岸知识大赛的现场 经过了第一个阶段 跟第二个阶段的较量呢 其实大家的分数 是并没有差别太大 我们接下来的两个阶段呢 还有300分的分数 尤其在这个阶段 要充分发挥你们的联想 没错 好 来 第三个阶段 步步为营 步步为营 联想题 本阶段的谜底 置于九宫阁的正中央 外圈八格 分别出现 第一到第八道的提示 每道提示间隔三秒 自动出现在荧幕上 参赛队伍 自第一个提示开始 随时可以按铃抢答 由队伍按铃时 终止下一个提示 本阶段共进行十道题目 每答对一题可以得十分 答错 不到口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来 好 第一题 第一题最后的答案呢 是一个文学人物 一个人物名 一个人物名 来 请出题 叶燕 来 下面大学 来 时间 秦始皇 谁 秦始皇 叶燕跟秦始皇 有什么关系 叶燕不是这样 他爱把叶燕是吗 叶燕是长南唐的故事 不是吧 来 还有没有答案 好 这个大学 李白 李白 错 为什么 来 平静大学 哈姆雷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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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 来 好 进化大学 刘邦 刘邦 错 好 继续提示 来 环球剧场 政治大学 韩西斩 错 来 往下就 1564 北京大学 那个 沙翁 沙士比亚 标准男 恭喜 对 其实他们第一轮 打哈姆雷特的时候 那个方向是已经对了 对 改编字 叶燕是改编字 哈姆雷特 对 那当然1564 1564是沙士比亚 她的出生年 她的出生年嘛 好不好 好 来 加油了 加油 北京大学 加了十分 第二题 第二题 他最后的答案呢 是一种 中国的文物 是一个中国的文物 很有名 来 提示 嫁妆 来 上面大学 四母雾顶 胜什么 我 如果 有一 二 并 跟